嗯,最近每個人都說新股 好,看看旁邊聊天講什麼 買新股,無痛苦 又是我Dun Sir,Hello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買新股? 很多粉絲都問我買新股好不好呢? 說明是新股,即是新吧 新的當然比舊好 Kenny,你幹嘛領頭? 哦,最近新股市場旺 當然不是新好舊那麼簡單 其實近來香港的新股市場旺 真的有幾個原因 第一,全球資金氾濫 也就是大水敬觀 第二,全球超低利率 所以每個人都看著股市的風險資產 第三最重要 就是香港市場已經成熟到一個點 就是已經可以給到好像美股那樣高的股值 加上同一個時區 又有北水可以參與這些特別的原因 所以令到很多中國的新經濟 和增長的公司來香港上市 今年新股市場展望? 怎樣選好? 香港新股市場集資幾年前 2000億都不夠 升到去年3,000多億 今年新經濟股,新科股,內稅股 計算中概股回流 全年新股集資數數萬賣 超過4,000億都沒什麼走雞 說回怎樣選擇 首先,不是說新股越多人抽就升得越多 甚至多人抽都不代表一定升 老生常談 都在基本面上 例如公司的業務 新股的定價 和股值和同行比較 看便宜還是貴 如果說版化 今年來看新經濟股 生物科技股 和大型內需股 都應該特別留意 挺有趣的 最近人們甚至看了 新股的保證人是誰 為什麼呢? 因為保證人 國際機構投資者的網絡 是很重要的 對於新股認購的反應 影響也很大 又有粉絲問我 抽新股策略 計我說 既然掛牌手入 倍倍升 但是分課太少 甚至未必抽得中 當然分身借馬錢認購 借盡它 博盡它 分多一點 登Sir不是吧 最近抽新股 每次都幾百倍 幾千倍超額 所以借錢抽新股 一定要懂計算 大家好 我在這裏給個抽新股小提示 有條公式 就是345加1 什麼是345加1呢? 假設你用1利息去抽新股 超額配數是4千倍 這樣我們就用3.45乘以4 4千倍 再加1%的經濟勇 就是14.8 即是說新股要升14.8% 才可以打和 同樣是超額4千倍 但如果你借錢的利息 是3厘 那你又要再乘以3 即是要升成42% 才可以打和 這就是借錢抽新股打和點的 基本概念和操略股算 背後都有一些假設在後面 如果你說抽的股數不同 或者分配比率不同 我們都要把這條簡化的公式 調整了才可以用 抽新股有成本 記住一件事就是 抽新股不一定贏 正所謂 借還是不借 還得到才好借 抽新股不可以 只想到這個upside 都要考慮自己的風險承受能力 你們都要記住 當有新股上市 你可透過HSBC HK App HSBC Easy Invest App 或個人網上理財申請IPO 還可以豁免申請手足費 明儿中文字幕提供 什麼字幕提供 chois是欣賞 請腳發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